有句话说 年轻就是美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太欢迎老至将至 或我们要是看过摩西祖母老年作画的模样 正会惊叹不已 她本身就是一幅美丽动人的画作 摩西祖母在农村长大 童年的时候很喜欢绘画 常常用浆果的汁和葡萄汁做颜料绘画 当时家里面的人认为 女孩子不需要学太多的东西就没有栽培她 后来她嫁人 做了忙碌的村妇 更是没有时间学画 但是没有想到 等到她将近80岁 已经是个老祖母了 却开始正式画画 在80岁那一年 她在纽约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 从此一举成名 之后她的作品在欧洲和美洲大陆 到处展出广受欢迎 她甚至被称为 20世纪最著名的乡村艺术家之一 摩西祖母一直作画 直到101岁离开世界安息主怀 在纽约州政府所在地阿伯尼 有一个博物馆 Bennyton Museum 里面展出了摩西祖母亲手画的 28幅油画和针织画 也展出她当作画架的一张略微倾斜 用木板搭的小桌子 在小桌子的上面和侧面 她共画上了6幅风景画 除此之外 博物馆还展出了摩西祖母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文物 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 她用来放置画笔和调颜色的东西 竟然是我们当作垃圾丢弃的瓶瓶罐罐和他们的盖子 摩西祖母没有傲人的画室 她透过这些平凡的器具 画出了扣人心弦的农村生活 而且老少贤疑 人见人爱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像摩西祖母那样 有尚未达成的愿望 或许到了老年的时候 也可以像她那样去实现一下自己的愿望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利用老年的岁月 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比方说 多读圣经 多祷告 有一位老姐妹 在她一百岁生日那一天 有人问她 老姐妹啊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神留你在世上这么长久 她回答说 我知道 神是要我在地上多祷告一会儿 是的 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 为儿女为事业而打拼 没有足够的时间亲近神 到了老年 就能够有更多安静的时间 来聆听神的话 又为人祷告 我们常常听说 父母与子女之间有代沟 但是却很少听说 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有代沟 所以 基督徒长辈 可以利用这大好机会 引领晚辈认识真神 并且帮助他们 尽早归信主耶稣基督 就像诗篇七十一篇的诗人所祷告的 神啊 自我年幼时 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 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 我到年老法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年长的弟兄姐妹 还会从神得到祝福晚辈的福气 在圣经里 这方面的例子 比比皆是 例如创世纪四十九章 写下了雅各离世之前 为十二个儿子祝福的话 第二十八节总结地说道 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 为他们所祝的福 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 为他们祝福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 雅各的祝福完全按照字面应验了 所以年长的弟兄姐妹 一定要珍惜神给的这项特权 常常为子孙祝福 还有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不但非常强调 不同恩赐之间的配搭 也非常强调 不同年龄之间的配搭 我们也的确看到 有不少长者 在自己体力范围之内 参与教会的服侍 或者到福音机构去当义工 是的 从摩西祖母和一些长者的榜样 我们看到 老年的岁月 是可以过得很精彩 很有价值的 所以 让我们好好善用老年的岁月 使它成为一段 为神而活 为神使用的黄金岁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